祝大家牛年閒大運 裁員趕盡事事清新滿意 桃花興旺身體健康 熟農的朋友今年破太歲 運勢平平受到不少的製走 小心工作上 會招惹一些年過40歲的女小人 但千萬不要質疑自己的能力 中秋後運勢就有向好的調整 至於財來財去都是比較麻煩 投資有少少喜悉 牛年的投資策略都是以手不如攻 但千萬要好好控制自己的交際應酬支出 至於今年可以穿多些綠色或紅色的衣服 或配戴桌圓形的飾物 去增狂自己運勢 屬蛇的朋友今年是非之年 小心工作上會有一些小人惹來麻煩 但人希望自然惹是非 代表你越有價值 正財自然穩定地增長 應該化是非為原動力 顯示你的實力 天財運都是比較虛漲多 投資策略以保本為主 就有斬獲了 至屬蛇的朋友 可以穿一些紅色或綠色的衣服 配戴一些鎖鏈形的飾物 都可以交往你的財運 送馬的朋友害太歲 運勢都比較多波動 小人無處不在 但要記住有危至有機 反覆帶來生機 注意情緒不要受到影響 入刀之後就會入好轉 至於財運都不是那麼穩定 投資觸覺比較差 掌握不到市場的走勢 不要做一些慣性的投資 做生意的朋友會遇到一些變數 令計劃有延期 反而有更多時間重組和部署 將風險減到最低 送馬的朋友可以帶一些 苦形的飾物去化解泛蟹水 亦可以帶一些白色、啡黃色的衣服 或者帶一些花形的飾物 去增往你的運勢 淑陽的朋友今年充犯太歲 財運都比較多波折 注意不要受到一些高風險 高回報的投資引誘到 誤信一些小人會引來一些損失 至於充犯太歲都是比較多波折 沒有貴人相助變數多 不適宜做一些重大的決定計劃 特別是做生意開業或者轉工 都是很難有好的發展 屬羊的朋友可以帶一些 兔形或者豬形的飾物去化解泛蟹水 或者穿多一些白色、啡黃色的衣服 配戴一些圓豬形或者圓形的飾物 都可以令到運勢有改善